爆米花是看电影的凉拌 2006年三重出现了卡兹爆米花 逐渐把爆米花的消费习惯 从电影院带到了一般的销售通路 2020年卡兹爆米花在巴黎建立了爆米花观光工厂 透过了导览可以学习爆米花的历史演进 亲子可以一起手做DIY 还可以试吃特殊口味的爆米花 哩哩啪啦爆米花在跳舞这样的场景好疗愈 坐落在巴黎的卡兹爆米花观光工厂布置得很梦幻 打从入场开始就跟着导览的大哥哥 一起来认识你所不知道的爆米花 其实DIY他们自己不是那么喜欢吃爆米花 他们把爆米花当成制作衣服跟装饰品的材料 黏在身上穿在身上 顺便用爆米花穿起来手链啊 还有像小米又绑头发的仿式也是爆米花 衣服黏爆米花裤子全都黏爆米花了 那我们卡兹爆米花是在2006年时候团扣起家的 那我们现在啊选择在巴黎这边盖了一间光光工厂乐园 那主要是为了让说现在这边巴黎的人啊 除了到骑脚踏车灌老街之外 还可以在我们这边卡兹爆工厂学到爆米花的历史跟知识 然后还有来体验我们的DIY行程 还可以试到我们最一些比较特殊口味的爆米花 没想到小小的翻买精灵可以变出一百多种 在这个特别设计的场域里 还可以吃到隐藏口味 再来我们这边呢 我们要吃的是这一条 目前我们销售排行榜第一名的 一个 不会辣的还是泡菜 不必啊 放心菜没有那么大 来小朋友喜欢吃王子面或科学面吗 他吃起来比较像王子面跟科学面 多达一百种以上的爆米花 基本上是随时欢迎消费者来体验 每周我们都会提供不同风味跟不同口感的爆米花 让每一次来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惊奇 那你现在在吃的是什么口味的爆米花 韩式泡菜 它吃起来的味道怎么样 有点辣辣咸咸的 香不香 香 你喜欢这个口味爆米花吗 喜欢 咦 有没有发现这里的爆米花外形有两种 蘑菇形口感偏松脆 蝴蝶形的口感较酥脆 品种跟温度也会影响它的形状 来到爆米花的原地当然要好好品尝 但是除了洞口还要动动手 因为爆米花不只能吃 还可以做成美丽的饰品 现在感觉最圆最大颗最漂亮的爆米花 把它从它的侧边 来从它的侧边 不要从那个黑黑焦焦硬硬的那个屁股 那个地方它不好插 我们从它的侧边 那边有图可以一起看 从它侧边传过去 接着很重要的关键 怎么让它在里面呢 来 我们一起把它拔出来 针跟线一起拔出来 来 有没有仔细看 线会先出来 然后针再拔出来 哎 爆米花就在里面了 有没有看到 爆米花就在里面了 我再去配三颗你自己喜欢的珠子 总共一个爆米花给它配三个珠子 一个办法推像这样子 来 可以看一下 等于说爆米花才会需要用到针哦 亲子一起动动手发挥创意 还要一起活动筋骨 体验互动游戏 好 开始开始 任命你是这一只哦 你是这一只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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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起来 跳起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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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棒过去哦 跳起来也可以 不要 等 蹲下来 看一看一看 既然是爆米花观光工厂 这爆米花是怎么做出来的 也要让你一次看个够 运送的小火车充满了童趣 气炸的爆米花就这么一贯作业 一步一步的做出来 有声音哦 有没有声音了 起来了 何干 好可惜喔 五分半盤就出來了 進入大觀園小朋友看的目不轉睛 導覽人員也提醒家長 只要選隊友 油爆的爆米花也可以吃得很健康 我們剛才說的樓上是氣爆 200度的高溫讓它自然同胖 樓下是油爆 有油爆健康嗎 各位不健康 各位都要油爆對不對 我要跟大家講很多阿嬤 油爆它也可以很健康 就是你要選隊友 選隊友 在外面很多湯是什麼 大豆油阿沙阿油 都是那種成分很低 但是相對的就是沒有那麼健康 是大家也都知道 那我們的家又是椰子油 它是沒有那個反式脂肪的喔 簡單來說它就是一個很好的油 很健康的油 親子同遊有的吃有的玩 有知性還得留下感性的回憶 來到便庄區一起留下歡樂的身影 第九尋求巴黎採訪報導 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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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